消息指本港星期五再多超過60宗新冠肺炎確診及初步確診個案 其中《經濟日報》位於北角的辦公室 有一個投資理財版編輯初步確診 它的家人早前已確診 是新一波疫情爆發以來首次有傳媒機構中招 同那個編輯同層工作的大約100人 包括港民組、攝影組及人事部職員 前一晚已全數撤離即日起在家工作 另外新巴一個駕駛23號線的車長也染疫 新巴說那個車長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上班 駕駛早6點至中午1點多班次 他星期三休假期間出現病症去診所求醫 第二天請病假同晚入院隔離 新巴強調確診車長當值期間有佩戴口罩 他駕駛過的四輛巴士已經徹底消毒和清潔 暫時有19個同樣駕駛過的四輛巴士 或是與確診者一起吃飯的車長要停工 接受病毒檢測 另外繼潮雲山廣泰護老中心之後 再有安勞院舍疑似爆發疫情 據了解位於黃竹坑的菜貿會朗日居分別有職員和院友初步確診 那間院舍一共有167個宿位 有大約80個員工 同一座大廈還有另外一間老人院和一間中心 東網記者陳遠彤